再收一下聲音 這邊講什麼事的話 我最喜歡的 各位媒體菁英 大家好 好 所以這個 對齁 現在就請來講一下案情 不好意思 各位媒體菁英 大家好 本案是在今日凌晨2點55分 本所接獲分局熊東坪通報 在焚霞附甲山路里 山城入口發生叫我們事故 警方馬上派遣現障警署前往了解 到達現場之後 發現是一件A2的交往事故 是一位騎乘重機車的 四年次不忍於計程車司機發生交往事故 比較特別的是 警方到達現場的時候 有一名大約二三十歲的年輕男子 保現場向警方說 趙氏的計程車司機 疑似有趙氏逃逸的嫌疑 所以在現場 他有向他攔架 然後在警方的查證身份引擎 超聲資料的過程當中 又發現這個計程車司機 是一名由高雲地鐵 剛剛發佈通氣的查譜逃犯 以上報告 那你們到場的時候 他有想要逃跑的行程嗎 警方到場的時候 雙方的當事人都還在現場沒有離開 所以並沒有像這位年輕男子 所指的那種逃跑的跡象 但是在警方查證身份的過程當中 理清身份之後 警方發現他是一名通緝犯 立即馬上向他做逮捕的動作 並通知交往分隊到場 測量現場服務之後 再淡反鎖 解送大方地檢 那會見個人 不是說他要逃跑 那你們有問那個計程車司機 有想要逃跑嗎 這部分的話 我們有詢問這個計程車司機 他當下是表示說 他發生交往事故之後 並沒有要馬上逃跑 所以是因為要趕時間 而且他是要把車子停放在 比較妥當、適當的地方 而不會影響到交往 那被撞到婦人的傷勢 這位婦人他 在現場是 初步檢視是手腳有插錯傷 那在警方通知 119交易車 將他送往醫院救治之後 放大之後 現在已經扳家回家休息 所以當時他撞到的時候 有繼續往前排嗎 還是熱心民眾 上行去把他壓力下來 當下是 這位婦人是由鳳山 由北往南 鳳山往前陣的方向 行駛在湖甲山路上 那在這個湖甲山山路口 碰巧遇到這位 計程車司機做迴轉的動作 才發生交通事故 那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後 這位計程車司機 他是有把車子移動 在現場有把車子移動到路盤的這個移動 所以才會導致這位 二三十歲的年輕男子 認為說這位計程車司機 是要造勢逃逸的這個情狀 之前的案子 之前他是有恐惡以及移烈物或是致死的相關情案資料 那為什麼他還可以去判決 因為當初應該是判決沒確定 這是判決確定之後要執行才會發布封信 這個之後相關的 判決確定之後才會有相關的後續的 撤銷架的執照或是其他的判決 或是其他的判決處罰之類的 是什麼時候發布封信 是在今年的六月二號發布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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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有請那個計程車司機 目前是沒有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 先以通緝的部分做偵辦的方向 那如果事後的造勢逃逸 以及這個副人如果提出傷害高復的部分 我們還會朝這兩個方向去做偵辦 謝謝 謝謝